等闲时得东风面 万子千红走时春 宋代大如朱熹的这句诗为中国人所熟知 中心社记者日前采访朱熹第26代艺孙 福建省政协常委 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向时 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这样一幅书法作品 写的就是这句诗 题字落款是中国著名作家莫言 朱向认为 朱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很重要的就是育人 怎样做一个有品格的人 对社会有担当的人 福建是朱子的出生地 成长地和中老地 留下许多宝贵的朱子文化遗迹遗存 它创办的四所书院以及讲学过话的十多所书院均在福建 从2008年开始 朱向和一些社会团体 组织福建台湾两地学生交流 探索以朱子文化去带动学生认知国家 认知民族的路子 最初主要是台湾的几所高校就读中国历史的硕士博士生参与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人家都说 因为是你的祖宗 你就推动 但因为我正是因为想借助这个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载体 我们讲北有孔子 南有朱子嘛 就借助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载体 那么来发挥现在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桥梁 朱向说 让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去推动朱子文化传播的机遇 要从他2013年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开始 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政协委员的使命 作为政协委员的话 因为我们的沟通渠道多 我们的这个交流的也广 在这个省委 常委跟我们的座堂会上 我都是以这个朱子文化 这个福建作为一个这个文化 来打造福建的一个文化品牌 这也是福建政协现在也是在激励在推动 2018年 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成立 这一年也是朱子诞辰888周年 朱向希望借此传承弘扬以朱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更多的港澳台青年能够通过文化交流来认知国家 他聘请香港高校的老师作为协会顾问 在福建省政协港澳台桥和外事委员会 连同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议会 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等有关团体 共同举办港澳台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 以体验式研习活动 让港澳台青年学生亲见亲力亲为 在追寻朱子足迹中 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今天为止的话 我们香港高校12所高校师生 已经有130名的师生 报名参加今年的活动 这是我想也是 这几年来我们开展高校工作也是少有的 没有这么多的学生跟老师踊跃参加 这个是说明了香港高校对于走朱子之路 这个文化活动的话 他们给予了个认可跟支持 朱相说他希望未来每年都有一所香港高校 作为主办方来共同举办相关活动 他认为香港目前开展的文化交流 大部分都是走出去 一些青少年在暑假时到内地去走走看看 还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文化的交流是走出去要勤进来 更多的我觉得未来的应该来说 就是应该把更好的 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些内涵的话 能不能扎根到香港本土 扎根到香港 这个我觉得是更需要 就让更多的未来就在本地 就能够传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